哈喽我的家欢迎回来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 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 北美Jark Saw的彩妆单品 并且呢我也用这些单品 画了我脸上的这个妆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那就借着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 是Loreal的小红帽粉底液 它是主打持妆的 而且它之前在国内也非常非常的火 因为像很多持妆粉底液呢 它都是油皮油好的 但是对于我们干皮来说 像找了一款夏天可以用 但是又不干的粉底液真的很难 我的4号呢是400 是我能在加拿大买到的最白的4号 它是有流动性的 但是它相对于别的持妆粉底液来说呢 它的遮瑕力就没有那么强 它是那种柔雾雅光的妆效 而且你摸上去是没有任何手指印的 它持久力呢可以达到8到10个小时 然后今天要说的遮瑕呢 也是跟它同一个系列的 它遮瑕力真的很好 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有一点点干 它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 棒头特别大 但是不需要用那么多 就是这样蹭一下 然后可以点头在 比如说我们的肋沟 它就不能一下子涂很多地方 然后拍开 因为它比较干 所以你要快速的把它给拍开 可以看到两边的对比 它遮瑕力是不是真的很好 我觉得如果你是油皮的宝宝的话 肯定会很喜欢它的 但是如果你是干皮像我一样呢 就一定要在妆前做到保湿 还有就是拍的时候要稍微快一点 不然它干的话就很难拍开 然后接下来呢是ELF的四色定妆粉饼 我之前有在我2019年的年度最爱的评价榜单里面有提到它 给你们看它现在的样子 它本来这里还有一个绿色跟黄色 但是已经被我用光了 我姐姐就是勤俭持家的小男手 它算是我所有的评价粉饼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 我一般是就这样取粉 然后按压 它能在给你定妆的同时呢 又会带一点点轻微提亮肤色的效果 就是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了 我最近几次去drugstore都没有找到它 我可能要在官网上面找一下 如果它真的买不到的话 我会很难受的 整个底妆看上去很清透很干净 然后是那种瓷娃娃毛茸茸的感觉 然后到了眉笔我要推荐的是Catches的 我觉得它可以跟我心目中第一的眉笔Dior香皮眉 它不是那种显色度很高的 所以特别适合新手 它能把你的眉毛画成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唯一不好一点的就是它这个头呢 你得自己去削 我就去Dororama花两块钱买了一个这个 每天就自己削一削就好了 但是我发现我的眉毛真的长得太快了 你们看我现在这边这个眉毛画的 而且我买的这个颜色它跟我的毛发非常的搭 虽然我的眉毛是很黑 就比较黑色的 但是它画完完全不会有那种拉冰扫心的感觉 虽然它出来的颜色浅浅的 但是它能跟你的眉毛融合的很好 今天的修容呢 我要推荐的是LA Girl的Just Because 它是一块偏灰色系的修容 像那种古红色 红棕色 用到我们的脸上会显脏 它的粉质很细而且很容易晕开 你这样子扫的时候能感觉得到 它很快就可以晕好了 它的颜色在我脸上真的融合得很自然 下巴这里也要扫一下 然后包括我们的面部修容 它这么一大块真的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然后到了眼影 今天的眼影盘呢我要推荐的是这个 独角兽眼影盘 我觉得它的每个颜色都做得很好 而且很百搭 不管你怎么画都能画出一个非常好看的眼妆 随便摸几个给你们看 粉质也很好 然后延展度也很好 特别是它这个白色高光色用来画卧蚕 真的超级好看 而且你也可以直接拿它来当作高光 先占取这个颜色做一个眼部的打底 我觉得直接用这一个颜色晕染就已经很好看了 下眼睛也要晕染到 然后再占取这个橘棕色 画到我们刷眼皮的褶皱处 然后再用晕染刷给它晕开 然后包括我们的下眼睛 也可以加深一点点 直接拿手指占取这个高光锁 提亮到我们的眼球 看到了吗 是不是 而且是那种很自然的光泽感 它虽然不是带珠光的那种大颗粒的闪 但是它会给你的眼妆起到一个点睛之笔 然后我们可以换一把小的刷子占取 画一下我们的卧蚕 拿一把扁头的刷子 占取这个修容色 画一下卧蚕的阴影 画不画阴影的话 整个眼妆区别还是很大的 然后今天的眼线呢 我要推荐的是PF的眼线胶笔 我记得我第一支上传的那支视频 评价好物里面有推荐过 因为其实像在北美的DragSol里面 其实很难找到比较好用的眼线笔 特别是这种眼线胶笔 像大部分人还是会买日本的眼线笔嘛 包括我自己也是 但是它算是我在北美DragSol里面用到最好用的眼线胶笔了 关键是它不晕妆 而且它的上色度很好 画眼线的时候也很顺滑 它的颜色整个画出来也很自然 因为这样向上拉 这样我们的眼线就画好了 接下来呢我要说的是Essence的睫毛打底膏 它是最近才出的 当时买回来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它的包装很好看 这种粉白粉白的就非常的少女 我发现年纪大了就很喜欢这种少女的东西 这个睫毛打底膏呢可以让你的睫毛更加的卷翘 而且会更加的浓密 它里面是这种白色的膏体 而且它的定型效果也很好 一整天下来你的睫毛都不会塌下来 然后睫毛膏呢我要说的是L'Oreal的Lash Paradise 因为北美的DragSol里面比较好用的睫毛膏真的少之又少 我是看Pati推荐的 你看这上面logo已经被我蹭掉了 买了得有小一年了 但是到现在它里面的膏体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这个刷子比较大 可能不太好上手 它让你的睫毛变长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但是它可以让你的睫毛非常非常的浓密 给我的睫毛来个特写 而且它防水效果也很不错 一整天下来呢都会晕装 然后腮红呢要用的是NYX的Sweet Tracks 这个系列的腮红呢有很多个颜色 而且它分了两类带珠光的和哑光的 我买的这一块呢是哑光的 我这个呢是一块非常嫩的少女粉色 而且它的粉质很丝滑很细 我心目中的开架品牌NYX肯定是排第一的 就这样蘸菊 然后包括我们的鼻头也要来一点 你看它这一块颜色这样看上去是有一点点那种荧光感 但是上到脸上完全没有 就是那种很嫩很嫩的蜜桃粉 然后今天的高光呢也是之前在我很多个仿妆视频里面有出现过的 NYX的Love You So Much 我喜欢它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它三个不同的颜色 可以打造出不同的妆效 你虽然看它这两块滋滋蓝蓝的颜色好像不太好用 但是它上脸真的非常非常那种很梦幻的感觉 而且Pony大师也经常在它的妆容视频里面用到 它是那种很自然的偏光色 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 今天呢我打算用回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就是比较百搭 这块金色的高光呢它是带了一点点粉色珠光在里面的 而且它粉质很细一点都不嫌毛孔 隐隐约约透出来的那种很细腻的光泽感 今天的口红呢就是这些PF的唇釉 我觉得它是Drag Store里面最好用的唇釉了 然后我今天打算用这只颜色PF10028 它涂上就是那种很丝滑的奶油霜的感觉 而且这个颜色也很显白 我一般呢都是先薄薄的涂一层 然后先把它给晕开 然后再涂一层 这个颜色真的好正 虽然说它是雾面的唇肉 但是它上嘴一点都不干 真的不枉有那么多人喜欢它呢 我现在先去换个衣服一会儿见 拜 我回来啦 换了个黑衣服感觉自己酷了很多呢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还有还有如果你也有很好用的彩妆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